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小尺寸的练习稿主要是在有动态参考的情况下直接画出线稿 因为我在之前的创作过程中为了避免画面出现大的结构型的错误 总是习惯在经过几遍操稿的概括才会定稿 那这也让我的速度减慢了很多 所以我决定先进行速度练习 在速度提高之后再继续进行创作 我决定先进行速度练习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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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幅小稿也最近尾声了 大家有看到我视频前面也展示了两幅完成稿 因为我这些小稿是快途嘛 所以有一些确实没有办法剪成视频 一是画面存在一些问题 希望你多多包含哦 二是录制也不够完整 所以我从中挑选了几张 做成了比较完整的视频呈现给大家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就关注我吧 后期我会逐渐提高我的更新速度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